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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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一的时候 广东人习惯是食渣的 其中一件事最简单 就是买渣肉味 另外就是一道法轮卷 最主要是廣東人發財 我本人姓彭 全名是彭任君 我在1984年回來主持這間齋店 其實這間齋店是在1905年創辦的 現在已經過百年歷史 這個菜式叫法輪卷 是很受客人歡迎的 它的做法是用法菜、金菇、紅蘿蔔 煮熟後用新鮮的腐鼻捲著來炸 然後再切開就是這樣 在我們廣東人來說 吃法菜是比較普遍的 最主要法菜的功效就是可以清腸胃 法菜 尤其是新年的時候 通常廣東人都會用 它平時就未必多吃 但一到新年的時候 它的意頭 恭喜發財 是這樣的意思 這款就是我們廣東人的小食 齋老味 它是歷史悠久 它差不多是開店的時候已經有 所以已經過百年了 連三歲的小孩到八十歲的女人都適合 這些是麵筋做的 所謂是味 用黃豆的醬油做的 這個是咖哩 一般的咖哩味 但是我們的咖哩是偏香 不會辣的 因為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 這個就是我們酸齋最受歡迎的 這個酸齋我們一定是用米醋 所謂米醋是甚麼呢 是釀完酒之後的酒粥用來做醋 這個就是齋鴨 這個就是齋雞 這個就是齋叉燒 他們做的時候 就是一條完整的麵筋 做好之後再切成一片片 這個就是掃鴨炸腐鼻 我們廣東南方的人 所謂初一十五就吃齋 那你買回來可以當小吃 也都可以我們飯餐之間 可以用來做一個送菜 所以是很受歡迎的